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人类大战丧尸的喜剧电影 劫匪与僵尸 电影开头在工地上 两名工人施工时突然挖到了一座古墓 两人打算到墓里看看有没有财宝 结果宝藏没找到 反被墓里的千年古尸啃了一顿 就这样领了便当 接着画面一转 一对嘴贱的双猫胎兄弟大宝和二宝 他们有一个彪悍的爷爷扛把子住在养老院 不过养老院因为资金问题面临强拆 大宝和二宝于心不忍 想起了父母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 当生活无形强奸了自己 你就要学会反抗 于是俩兄弟决定去抢全国最大的银行 帮养老院渡过难关 两人立马开始召集人马 先找到了信息专家地挂 了解到今天银行在升级安防系统 安全系数比较低 除了报警期外 其他都没有什么威胁 接着又找到了表妹大苹果 专业所望什么所都能开 最后一位就是多年的老同学 黑格武器大师 为这次行动提供枪支 但只是吓唬人用的 准备好后 一伙人乔装成建筑工人 混进银行 被银行经理 误以为是来领工资款的建筑工人 交谈过程中 大宝等人露出了破绽 银行经理趁机按了警报 大黑直接火了 抓着经理直奔金库 抢走了建筑工人 250万的工资款 拿完前 大家准备离开 结果出门就撞上了警察 被逼无奈下 大家只好抓银行里的 西装男和金发女 作为人质 再找机会逃跑 可万万没想到 就蹲个坑的时间 外面就乱成一锅粥 警察都不见了 血而代之的是一群丧尸 原来之前工地的两个工人 被咬后感染变成了丧尸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 镇上的人几乎都变成了丧尸 就连养老院也被丧尸包围了 不过很奇怪 一般电影里丧尸不都很快吗 怎么这里的丧尸跟树懒一样 黑哥一看没有什么威胁 就开始作死了 拿枪各种调戏丧尸 结果反被对方咬了 一口咬完后 还硬撞没事人 睡了一觉就变异了 开始攻击大家 情绩之下 二宝把手雷塞进黑哥的嘴里 完成击杀 这时 人质西装男 趁虚而入 抢了黑哥的枪 威胁大家去警局自首 但他没想到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后面跟来的僵尸偷袭了他 西装男一紧张一害怕 就误射了地瓜 倒霉的地瓜就被射死了 接着大家意识到 爷爷扛把子 现在肯定很危险 就决定返回养老院拯救他们 不过子弹和装备不够 他们先赶到 黑哥藏军火的仓库 要不怎么说是武器大师 里面应有尽有 几个人分头行动 金发女留在车内 其余的人攻入养老院 实施救援 他们从天窗 找到了扛把子和他的伙伴们 然后大家开始合力反击 大宝二宝和大苹果 作为辅助队友 其余人组成老年特工队 展开主力攻击 在天衣无缝的配合下 大家安全登上巴士 在巴士上 金发女不小心说出 自己是被其他人扣留的银行人质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扛把子很生气 但当他听到有250万的时候 立马原谅了兄弟俩 半路 巴士突然抛锚了 众人退回岸边 想坐船逃离 可上来岸才发现 链条还没有卸下 扛把子很无语 每次都对我亲自出场 于是孤身一人 跳回岸边卸下链条 而僵尸也随之而来 包围了他 就在这时 扛把子突然开挂 拿着机枪开始乱射 用实际行动感染了其他人 大家也没有心情上船了 拿着墙带着刀 就开始打僵尸 最后杀光了 才心满意足的坐船离开 奔向新大陆 不得不说这里的丧尸 真牛皮啊 干了全场的人 这就称王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欢迎随行搜索观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